西州时期的以德治国呢 简单说它是这样的 它是要解决 首先它要解决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西州政权的建立是因为周五王伐纣 把殷上王朝灭了 才有了西州王朝 那么这个天下本来是人家的 你现在来做这个天下 你有什么依据吗 因此他们就提出一个观念 说谁能够做天下呢 就是因为谁能得到上天的授权 就好比是一家公司 现在上天是董事会 上帝就是董事长 这个天子他只是总经理 他必须要董事会的授权 因此周公五王周公 他们就提出一个观念来 就是说谁能够得到授权呢 看谁有德 德这个字在中国古代 按照音讯的原则 它也可以解释为得到的德 德者得也 就谁有道德 谁就能够得到 所以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能够革命 他能够替代殷商王朝的这样一个政权合法性问题 那么既然你的政权来源于德 就是以德得天下 那你就要以德治天下 他们的以德治国是什么呢 就是要解决刚才 就是我讲的刚才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用这个道德来治国是治不了的 道德怎么能治国呢 怎么治嘛你说 道德是一个软的东西啊 它是一种软控制 它凭的是良心 对吧 道德讲什么 讲良心啊 良心是不能强制的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宰鱼 去跟孔子说 老师三年之伤 这时间也太长了吧 那孔子说 那你说多少时间啊 就因为古人啊 就父母亲死了以后啊 你要披码代孝三年 实际上是25个月啊 就实际执行25个月 对我们古人的事 记住得要打折扣 是吧 曹操说他八十万人马下降了 没有的 哪有那么多啊 他说八十万水军 根本没有 他陆军加这个水军 才25万 他哪有八十万 你要打折扣的 古人的三年之伤是什么 25个月 因为24个月是两年 25个月三年了 但是呢 宰鱼说这个也长了 那孔子说 那你说多少时间 宰鱼说一年就好了 孔子说 孩子啊 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规定三年之伤吗 是因为三年来免于父母之怀 就是一个小孩子啊 爸爸妈妈要报到三岁 报到三岁 他就不报了 就自己走了 自己独立了 完全独立了 你要回报三年了 你想想看 你小时候爸爸妈妈抱了你三年 现在父母亲去世了 不到三年 一年多 你就吃白米饭 你就穿漂亮衣服 你一身的名牌 你出去泡巴 你心里觉得心安理得吗 咱们说非常心安理得呀 孔子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良心这个东西 你靠自觉呀 他治不了国的 他是软的 因此周公同时提出两个手段 一个叫礼 一个叫月 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规定人与人之间的亲书贵贱的等级 比方说规定平民 平民的男子 成年男子 他把这个头发盘上去 只能戴头巾 这个就叫做冠巾 所以我们去看三国 说这个周瑜啊 诸葛亮 雨散冠巾 平民的打扮 因为到了三国时期呢 这个贵族穿平民的衣服呢 是酷 是吧 美国总统穿一牛仔裤 酷 所以平民只能穿戴头巾 贵族的戴帽子 叫官 贵族的又分四等 天子诸侯大富士 前三等贵族除了戴官以外 还可以戴什么 戴免 官是帽子 是这样的 这个帽子上面再加一块板 这个板叫免 我们去看那个古代的皇帝 也不都是这样的吗 加免 加免 加免就这个意思 在官上面再加一块板 再加免 那么天子诸侯大富 他们的等级有什么区别呢 看免前面的珠子 那前面一根一根的叫柳 柳 级别越高柳越多 天子十二柳 天子是十二根 诸侯九根 大富上大富七根 下大富五根 是没有免 这叫什么 这叫理 把人的等级区别开来了 但是人与人天生是平等的 你把人分三六九等 大家心里爽吗 他不爽 怎么办呢 用乐来调剂 乐是什么 乐就是音乐 同时也是快乐 那么乐为什么能调剂 等级制度带来的补爽呢 周公就告诉大家 你听过音乐没有 音乐有什么组成的 乐音 乐音的特点是什么 它一样高吗 对一样高就不成调子了 那么同一个音 它能够一样长吗 那也不是音乐 所以音乐的乐音 一定是不一样高的 不一样长的 不一样强的 它得不一样 但是放在一块是很好听的 是和谐的 这就是乐呀 所以你就别有怨言了 对不对 你不能戴帽子 只能戴头 因为你是斗 那天子戴家官还加免 前面十二个牛 因为他是斗 这就用李和岳来实现 以德治国 就是以德治国是他的中心 李和岳是他的两个辅助手段 这叫什么呢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当然我的说法是叫做 一个核心两个支撑点 这就是周公的 周代的以德治国 至于他和我们今天讲的 以德治国有什么不同 我相信 你自己也明白了 我个人认为 儒学就是儒学 儒学要转了 它就不是儒学了 因此我不同意 有什么儒学现代化的问题 它本身是不能现代化的 但是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存在一个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如何传承和传播的问题 传承和传播和它本身的现代化 不是一个概念 它需要现代传承和现代传播 它才能够存活下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所谓提倡儒学 恐怕是部分人的观点 你说你刚才说 现在中国提倡儒学 这恐怕是部分人的观点 不是全国人民的认同 而我的观点是 现在不是提倡哪个学的问题 现在是一方面我们要改革开放 要学习和吸纳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经验 另一个方面 我们要找回我们自己文化传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文化传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 它不仅仅是儒学 也包括其他诸子的学说 所以我的这一本 先情诸子百家争民 它有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一定要把儒墨道法四家百平 然后各自分析他们的 可以抽象继承的部分 和不能继承的部分 我认为上海文化的精髓 或者上海文化最为可贵的是兼容 上海是一个非常兼容的城市 为什么我们把上海称之为大上海 不仅仅是因为它地盘大 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人口多 而在我看来 由于上海有一种大容量 这什么样的东西在上海 它都能够容得下 上海不排斥 上海不具备排斥性 高端的低端的高雅的低俗的 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在的 上海全部都能容得下 而且上海在历史上 有一件非常非常光荣的事情 是可以足以体现上海的 这个兼容包容宽容 就是二战时期 犹太人被法西斯迫害 流离失所 很多国家都不敢收留 犹太人曾经有一部电影 我名字忘了 就是讲这个德国法西斯搞阴谋 把一群犹太人装上一个海轮 运到古巴去 然后跟古巴说好 你不准收 向全世界证明 犹太人是不受欢迎的人 这是个法西斯的阴谋 有这么一部电影 我名字忘了 那么犹太人当时是那样的 一个境遇 一个悲惨的境遇 最后是谁收容了这些犹太人的 我们中国上海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提起上海两个字 他是要站起来致敬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多少的祖辈 就是上海收留了他们 上海免签上岸 不要签证 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伟大的兼容包容宽容精神 由于上海兼容宽容包容 所以他什么样的文化他都有 什么样的文化都有 结果呢 由于市民毕竟是多数 所以他总体上说 市民文化的总量他要大一些 而一些不知旧理的 没有深入研究人 就看到了这样一个表面现象 就说上海文化就是市民文化 甚至是小市民文化 那 做不了大事情 但是你想想 不管是旧中国 还是亲中国 中国多少大事 是上海做的呀 计划经济的时代 上海向全国贡献多少 有人算过这笔账没有 而且你说上海没有精品文化 伟大的鲁迅先生是在哪儿写作的呀 上海啊 所以他是一种表面的 就是上海他确实有表面的繁华 也有浮华 这个不可否认 你说上海没有一点浮华 这个也不实实求实 也有奢华 有繁华 有浮华 有奢华 没错 但是他同样 另一方面 他有他的沉稳 沉浸 他有另一方面 上海有很多东西 真正的 震撼人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完全发现 不过还是很感谢易老师 你看我刚来上海没多久 你说上海那么多坏话 我多紧张啊 现在我终于发现上海还有很多沉浸的美等着我们去找呢 商鞅变法是秦王国得以在诸侯国当中倔起最后一统天下的重要原因 在当时的诸侯国当中秦国是一个后起之秀 西州封建的时候他是没有封道的 后来慢慢的聚起 慢慢的聚起 到了秦孝公的这个时候 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 这个时候刚好来了商鞅 商鞅的这个在秦国进行的改革呢 他包括了很多的方面 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了封建制度 就是商鞅是反封建的 我说的封建就是指西州封建的制度 西州封建的制度是什么呢 是整个天下上面有一个天子 这个我打个比方称之为总公司 总公司有一个总裁 这就是天子 这个总公司下面有几十个分公司 这就是诸侯国 每个国都有一个总经理 这就是国军也就是诸侯 然后这个国下面呢 这个分公司下面还有子公司 这个叫做家 这个家的君主叫做大夫 这个制度就叫封建制度 他是天子诸侯大夫天下国家 三级分权这样一个制度 商鞅的改革最重要是颠覆了这个制度 由领主制度变为地主制度 就不能再分封了 就把封建制变成了郡县制 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 从秦以后到现在都实行郡县制 就是中央政府下面省啊市啊县啊这样子分 这个叫郡县制度 商鞅最大的改革就是反对封建 颠覆封建制度实行郡县制度 另外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 军事体制改革 这些改革真的是也说来话长 只能去读我的帝国的终结 这本书 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就是商鞅 包括韩非法家的 他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什么呢 这个我在先天诸字摆下证明 就是今天首发这本书里面已经讲了 就是公开公正公平 就他要求 不管是领导人还是被领导人 都要守法 就是我这个法立了以后 大家都不能 都不能违背 在这个法的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但同时要讲清楚 他的法是王法 他的法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法 但是他强调的是 即便你是专制君王 你在专制的时候 你也得依法 你不能随意 这是他可贵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企业管理的时候 一旦你的制度定下来以后 你总经理也好 董事长也好 你都得执行 你不能随意 法家最反对的随意 我们现在有些企业家 尤其是民营企业家 他随意 嘿哥们 我看你顺眼 拿去 拿去 其实这是没功劳的 有功不赏 有过不乏 你搞不好 第一点 孔子不虚伪 刚才你问的一个问题 说辱学是不是虚伪 我的回答是 孔子本人不虚伪 孟子也不虚伪 荀子也不虚伪 先行儒家三巨头都不虚伪 先行诸子没有一个虚伪的 就不但孔子他们不虚伪 孔子他们不虚伪 孔子他们 韩废子都不虚伪 先行确实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 他们都不虚伪 但是后世用儒家的 就是从汉武帝以后的那些统治者 那些尊孔读经的虚伪 所以我在经济观察报 有一个谈话的标题就是 可以打倒孔家殿 不能打倒孔夫子 要把他们区别开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汉武帝所尊之如 来董仲书之如 董仲书是做了手脚的 董仲书的儒学 已非先行原始儒学 就是跟孔子的一些东西 它是已经不一样了 孔子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后世都看到他的 君君臣臣夫妇致致 但是你要知道 先行儒家他有一个观点 就是君君臣臣夫妇致致 这个等级是要讲的 这规矩我们不能不讲 你不能说这个 这个做儿子在老爸面前张牙舞爪的 那是不可以的 这个肯定不可以的 但是他同时还有一条叫对等 他是先行儒家的特点是什么 是不平等 但对等 怎么解释这个微妙差距 微妙之处在这个地方 这很多人没有看出来的 要么就一个就是骂儒家 讲不平等 要么就说一个竞说儒家 多么多么对 实际上他的微妙之处 叫什么地方呢 就是君君臣臣夫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 夫要像个父 子要像个子 君怎么样像君 人 臣怎么样像个臣 忠 父怎么像个父 子 子怎样像个子 孝 因此他逻辑的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是如果君不仁 则可以臣不忠 如果父不子 可以子不孝 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 你不仁 你就修怪我不义 他是对等的 这个对等的思想是谁的呢 孟子的 是孟子的 孟子一个劲的跟那些君王讲这个道理 而且孟子这个人真是好玩 他有次去跟齐宣王谈话 你知道他怎么谈 他说宣王啊 大王啊 他不能叫宣王啊 宣王是厚厚实的教训 他叫大王 大王啊 比方说你有个朋友 你出差了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他 他答应的好好的照顾 回来遗憾呢 你孩子也饿着老婆都没有衣服穿 冻得发抖 这样的朋友你怎么办 齐宣王说 绝教 孟子说好 比方说你手下有个官员 你把一个地方交给他治理 他治理的一塌糊涂 你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撤职 孟子说拉好 一个君王治理一个国家 治的一塌糊涂 该怎么办 下台 是吗 对啊 孟子就这个意思嘛 但是宣王不会这么说啊 孟子的记载是什么呢 亡顾左右而言他 宣王把脸憋过去了 网上有什么新新闻呢 他不能回答 所以这才是原始儒家的 所以孟子有一个说法叫做 君士臣 如手足 成士君为福星 就是你做君王的把我看成兄弟 我就把你看成心肝 我全心全意的保护你 保卫你 君之士臣 如草戒 臣之士群如寇丑 就是你把我当泥巴疙瘩 当小草 不当回事 我把你当敌人 对等 日不平等 但是对等 但是这样一个精神 董仲书改造如学 汉武帝独尊如数以后 没有了 怎么会有呢 所以后来朱元璋看见孟子的书 气得要死说 这种人怎么能够是哑声 给我赶出去 恨死了 这确实 先原始儒学和后世的儒学 是有区别的 好吗 谢谢 我一再强调 这个 汉武帝以后 中国的思想文化界 和先行 和春秋战国时期比 一一代不如一代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独尊如数 独尊如数的问题 不在如数 在独尊 所以 面对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 你认为我们应该采纳哪一家 你偏爱哪一家 我的回答是 就不能这么问 先行诸子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要看什么时候 什么问题 你采纳哪一家的 哪个说法 得这样做 比方说 道家的特点是大气 儒家的特点是实在 道家 你看你读庄子的秋水篇 秋水实质 百川灌河 就到了秋天 洪水就暗时的发了 黄河上游的水 都汇集到黄河当中 黄河变得河床 变得非常之宽 宽到什么程度呢 两岸之间不变牛嘛 就是你站在黄河的岸这边 看黄河岸那边 发现对面有 隐隐约约有牲口 但是搞不清楚是牛是嘛 河狂很宽 于是黄河伯洋洋自得 以天下之美 尽在于己 我就天地下最美的 得意洋洋 一路东行 来到北海 哇塞 我黄河还是看不清对岸 是牛是马 那北海就没对岸了 结果怎么样了 望洋心叹 说我今天如果不见到北海 我就要见效于大方之家了 然后跟北海 北海神 北海 若说 黄河伯 对北海若说 你就是天下最大的了吧 北海说 我怎么可能是天地下最大的呢 比我大的是天地呀 天地比海大呀 那天地是最大的吗 不对 天地怎么会是最大的 道是最大的呀 所以道家是大器的 儒家呢 儒家实在 你像孟子提出的理想社会 它是有考核标准的 有定指标 什么硬指标 50岁的老人 有棉衣穿 70岁的老人 有肉汁 你做到这两条 你就是个好君主 考核硬指标 跟现在GDP差不多 跟算GDP差不多 它有 它可量化的 实在 马上就问了 那你赞成哪一家 我说我的观点是 做人学道家 做事学儒家 你做人你要大器一点 你不要扣扣索索的 机场苟渡 对不对 但是你做事 你不要夸夸其谈 踏踏实实 所以要看情况 看什么人 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问题上 离取哪一家的 哪个观点 而不是说 我就奔哪家去 谢谢你 这位同学 诗的时代已然过去 人类的这个社会 它向前发展 它有不同的时代 诗是年轻人的诗 诗是童年的诗 当我们人类处于童年时代的时候 就是它的诗的时代 在希腊 赫马斯诗 在中国诗经处词 都诞生在我们人类的童年时代 然后中国进入了圣唐的时候 就是我们民族这个最年轻力壮的时候 年富力强的时候 有了唐诗 然后你从颂词开始 你看着就那光景就不太对了 就颂词已经是步入中年 你去读 去体味那个东西 它已经有中年的感觉了 然后往下走 肯定是 这个就越来越不行 直到最后 中国诗歌的精神 在一部文学剧著当中体现出来 这部文学剧著就是《红楼梦》 就诗它已经不能再用 它诗的载体存在了 它的精神只能存在于《红楼梦》 而且诗在我看来 永远是贵族的艺术 小说 戏剧 电影 电视 是平民的艺术 全世界进入平民时代 也就是民主时代以后 诗只能成为 只可能成为 一个民族 一种文化的奢侈品 其实从它那个问题 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 那个最红的肯定不是最优秀的 有那么多的优秀的人都没有红 就李红了嘛 我把我老爸的观点告诉你行不行 我爸 我老爸今年十月份九十大寿 我的弟媳妇从上海 请注意是从上海买的 因为我弟弟在苏州工作 从上海给他买了一个 红色的糖装 这所谓糖装 其实也不是糖装了 就是那中式的衣服 上面写着瘦啊什么 老人家要他穿 坚决不穿 为什么 我们家 他说 你们有没有搞错 我是男人 我们家三兄弟 三个儿媳妇 三个儿媳妇 把老头子包围起来 做饲养工作 要穿这件衣服 坚决不穿 然后最后他们想出一招来 说服他说 哎 他老爷这怎么穿 说这个衣服我反正不穿 中天穿啊 就说我穿这样的 这种中式衣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对啊 榜样的力量无穷的 他想应该有一点 这个说服力啊 中天可穿 你知道老爷子怎么说吗 他穿有什么稀奇 他是一个怪物 所以 所以他出名了嘛 他的意义就在于解放思想 因为这个时候 儒学或者说 孔子思 从子或者说孔家殿 他已经成为 思想解放的一个障碍 他是一个标志 一个象征 这个你要知道 非文武 非汤武 伯周孔 在以前犯死罪的 季康不就是这个罪名杀的吗 当然 杀季康的真实原因不是这个啊 再讲清楚 真实原因不是这个 但是借口是这个 那就说明可以 以这个借口来杀你 那脑袋要掉下去的 那么这个时候 要思想解放 必须先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你打倒了再说 否则我出不去 那么 等我们冲出去了 思想解放了 获得了言论自由以后 现在应该回过头来 还是再把它理清楚 哪些是要打倒的 哪些是不该打倒 他没有前面那一步 后面这一步是走不出来的 我的观点 老子这个人 或者这几个人 请注意我的表述 是老子这个人 或者那这几个人 我们要搞清楚他的身份 当我们在讲 先情诸子百家争民的时候 我们所指称的老子 一定是道德经一书的作者 道德经一书的作者 不一定就是史记老子列传的老子 史记老子列传里面的那个老子 是生活在孔子之前的 或者说跟孔子同时代 但比孔子年长 长多少呢 史记的记载说 这位老先生活了160岁 或者200岁 这可能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确认老子一书 或者老子道德经这本书的作者 是哪个时代 你不能说 史记里面有一个叫老子的人 他是哪个年代 这个书的作者就是哪个年代 这就简单了 什么叫老子 我们要把它翻译一下 就是老先生 子就是先生了 老没有这个姓 老子是老先生 老先生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位吗 那么我们要看什么呢 要看老子道德经一书的内容 才能确定他的时代 我提供两个线索供你参考 第一 道德经一书不披如 道德经一书批如 道德经一书批如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就是流行版的第三十八章 就是道经在前面 德经在后面的 因为现在 道德经有两个版本了 一个是道经在前面 一个是德经在后面 道经在前面的 就道可道非常道开头的 那个版本 是道家传本 德经就三十八章开头的 那个德经开头的 那个是法家传本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 就是德经在前面 那么这个第三十八章 就是老子的批如总纲理 总宣言 这个我这本书里面 我的节目里面 做了详细的论证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是诗道而后德 就道没有了以后 就是保德 诗德而后人 就德没有了以后 我们就追求人 诗人而后义 就是人也保不住了 我们就追求义 诗义而后理 义都保不住了 我们就追求义 那么我们来看看 先秦时期的历史年表 什么时代是道的时代 大同之士 就是炎黄时代 姚舜时代 是道的时代 什么时代是德的时代 周公的时代 小康时代 是德的时代 周公以德治国嘛 到了春秋晚期 德保不住了 孔夫子提出来讲仁爱 这叫失德而后人 这个姚舜他们没有了 周公出来讲以德治国 这叫失道而后德 德没有了 孔夫子出来讲仁爱 这叫失德而后人 到了战国中期 仁爱也保不住了 孟子出来讲义 这叫失仁而后义 到了战国晚期 义也保不住了 荀子出来讲理 这叫失义而后理 这样一个顺序 讲述下来 这个人 他可能是孔子之前的吗 这是内证 就是用著作本身的内容 来证明他 而论语一书 有批道家的吗 没有 老子一书 有批儒家的吗 有 批判者在前 还是被批判者在前呢 大家说 是批判者在前 还是被批判者在前 被批判者在前 因此孔子 在老子一书作者之前 而且按照道家思想的发展逻辑 杨朱是第一阶段 老子是第二阶段 庄子是第三阶段 如果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请参看 冯友南先生 中国哲学展示 李林先生 人往低处走 笔人 作品 先行诸子 百家之名 谢谢 恐怕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孔子 我这里没有偏爱 我得实事求是的说 老庄影响更大的 还是在上层 道家和儒家道家 影响都非常大 应该说 我的排序是这样的 儒道法末 而且我有一个比喻 就是汉武帝以后 儒家变成了执政党 法家变成了暗中的执政党 刚才那位先生也讲到 外儒内法 阳儒阴法 所以他是共同执政 道家 在野的参政党 末家 地下党 所以影响最大的 儒道两家 但是 道家更多的 在文化人当中影响大 说道家 说道家影响大的 基本上是文化人 而在民间 深入人心 根深地步的 真的是儒家的东西 尤其是中国北方农村 因为我们要考量的时候 要考量到一个人数的问题 你要知道我们的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 农民不能来说话 说我们哪个影响到 说会有话语权的都是文化人 文化人他一偏爱 他一爱就爱到庄子那去了 所以他会说道家影响到 实际上道家对他影响到 不等于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到 中国社会 中法制度 这个东西 儒家极力维护的中法制度 家族观念 血缘关系 等等这一切 你难道不是中国人 影响最大的东西吗 是不是 所以我的排序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我这本书和这一个系列节目 我是极力的先弄清楚他们的原意和本意 我觉得严格的按做学问的规矩来说 是应该这样 当然我不反对 有些人去 他就所谓六金注我 这个借壳上市 借壳上市 那么这个在文化的传播当中 也是允许的 不过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而已 但是我还是主张要把原意弄清楚 原意弄清楚呢 它有一个条件就是 你得知道当时的社会制度 知道当时社会制度 你才弄得清楚它的原意 比方说 为女子与小人为难洋溢 那你这句话 你反正怎么看 那么现在它两种观点 一种就是说 这是性别歧视 一种观点说 不是的 给孔夫子打圆场 说这里的小人就是小孩子的意思 还有说这个女子呢 不是女 是乳 就三点水一个女啊 因为那个论语里面 三点水这个乳也写成女人的女 那这个解释是不通的 这个维护是不通的 为乳子与小人为难洋 也翻译过来就是 只有你的儿子和小人是难洋的 孔子会这么说吗 说乳子是不通的 那么小人是小孩子也是不通的 小孩叫什么 叫童子 他不是我们现代汉的小人 那个叫那个小孩叫小人的 后面要个儿话 小人 那才是小孩 你不能说小人 你敢叫什么孩子吗 我就翻脸了 对啊 不对 那他的本意是什么呢 要搞清楚 孔夫子的这句话是性别歧视 是阶级歧视 不是道德歧视 他没有说女人不道德的意思 是在中法制度下面 中法他就是要分房 就年纪大一点都知道 一个家族有长房 对不对 长房传下去的叫嫡系 对不对 因为长房长孙那是不得了的 那天我们家族聚会 我那个大哥的儿子 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上座 我们要记住的时候 我要站你后边了 你长房长孙你开玩笑 长房长孙的这个叫大宗 大宗都是做军的 要么国军 要么家军 他们的儿子就是军之子 叫君子 那么分出去的这些旁之 赤子 树子 因为古代还有树子嘛 就小老婆的儿子嘛 我们现在没有了 就只有一老婆 那小老婆的孩子 他的那个旁之分下 叫小宗 这样的人叫小人 君子和小人的本意是这样的 所以孔子的这句话 意思是什么呢 说女人就像那些小宗人 就是赤子 树子 他们家的人 都是自己的家人 因此 远之则怨 你疏远他们 他们会埋怨 家人嘛 你怎么能疏远他们呢 尽之则不逊 你如果亲近他们 他们没大没小 他忘了自己小宗了 他以为跟你平起平坐呢 所以这才是孔子的原意 那么你弄清楚这个原意以后 你才能够考虑到 你是继承啊 还是批判啊 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孔子这句话 我的观点是 也是可以抽象继承的 怎么样抽象继承的 就是人与人相处 要讲究分寸感 你还是可以得出 这个有益的结论呢 但是 那种把女人和小宗的人 看得比君子低等的 这不平等观点 坚决要批判 那么孔子实际上 这句话回答的 一个什么问题呢 如何做人 如何做人 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不是问题呢 是问题 问题还在 但是孔子说这个话的 当时的环境还在不在呢 不在了 这叫什么呢 掏身依旧 不见当初的夜晚 这个周易呢 我认为他跟朱子的关系呢 主要是他提供了一种 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方法论 他意义主要是方法论 我们就讲这个意义吧 周易 包括两个部分 一经和一传 就准确的说 讲周易 应该是一经和一传都讲的 用一经来代替一传 是不太妥当的 一经和一传的成熟年代是不同的 一经成熟 估计应该在 殷商之际 也还有 儒家说就是 文王武王的时代 灭咒的时代 那么一传的成熟年代 应该是在战国后期 或者秦汉之交 它不一样 那么合起来呢 叫周易 周 有三个意思 第一是 周变 就是都谈到了 他的意的特点就是 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一网打尽 这叫做周变 或者周全 第二个 第二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不是 这是第二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周代 第一个意思是周代 第二是周变 或者周全 第三是周而复始 就他是从前挂 坤挂开始 六十四挂 一路转个圆圈 转过来 第六十三挂 叫做 忌忌挂 忌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事儿完成了 有一个 比方说我们今天 待会讲座结束了 这叫忌忌 但是讲座完了以后 我还跟大家签名呢 所以第六十四挂 叫未忌 就是你事儿还没完 又开始了 然后又开始了 前挂坤挂 又开始转圈 叫周而复始 就周代 周变 周而复始 复始三个意思 周 忌的也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叫简忌 就简单 因为周忌的根本的东西 就是两个符号 一个叫阴谣 一个叫阳谣 就是一个是一根杠 还一个是两根杠 就这两个符号 这两个符号再重叠 再重叠 再重叠 最后重叠出六十四个符号来 还是很简单 简易 简单 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意的第二是变意 就是变 意的意思就是变 对吧 这个好像上海有个学生 叫朱大可 朱大可先生 就有媒体采访他 你预测 意中天会怎么样 他说我哪预测了 他信意 意就是变 不过意为什么是变呢 因为意这个字 也有三种解释 第一个是日月 就上面是个日 下面是个月 日月就是阴阳 白天是日 晚上月 白天是日 晚上月 变来变去 变了 第二个 意的第二个解释呢 是西意 变色浓啊 这就是意 第三个意思呢 是一杯水 一杯水 从这个杯子里 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 它有一个字形 这个也叫意 所以意有三个意思 日月 西意 倒水 但是都是变 这是意的第二层意思 变意 意的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 不意 不意是什么呢 不变 因为中国古代的字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字 它同时有正反 两个方面的意思 比方说这个乱字 动乱的乱啊 动乱的乱在古代也是质 它同时是质的意思 我们去看繁体字 你找个繁体字 最好找到甲骨文来看 那个乱字是个什么字形呢 是一只手在上面 还有一只手在下面 当中有一团丝 残丝 这个字形就叫乱 什么意思呢 就是残丝啊 它很容易乱 乱了以后 你就把它理清楚 这叫质 所以古代的质字就是乱字 质就是乱 乱就是质 天下大乱就天下大质 天下大质天下大乱 后来大家觉得弄糊涂了 就用质水的质 来替代了质私的质 所以乱就是质 乱就是质 乱就是变 也就是不变 他说你这越说越糊涂 基本上把你当古人看了 对吧 这个乱 简易 变易 不乱 到底什么 你到底变还是不变 你能概括吗 能概括 这个周易的意思是 现象是永远在变的 规律是永远不变的 变易的是现象 不变的是规律 周易就是要用最简易的符号 讲出变化万千现象背后 永恒不变的道 这就是周易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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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